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7月5日 周三清早,每周金杯分组赛地组最后一轮同时展开 加拿大将面对古巴 古巴已经提前出局,球队战役不大 此番面对实力高出一般的加拿大 古巴只能接受三战全败出局 加拿大经界每周金杯并没有派遣最强阵容征战 在欧洲赛场踢出名堂的庄拿分大卫和阿芳素戴维斯都没有入选名单 球队只是派出半队主力应对本项赛事 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压根没有冲击每周金杯的想法 只是当这项赛事是练把场 加拿大分组赛前二轮都派出卢卡斯卡华连尼和 祖利亚凯列特搭档双箭头 其中卢卡斯卡华连尼取得过入球 算是加拿大阵中的抢分利器 也是目前阵中为国家队出场超过50次的三位球员之一 他的经验对于球队十分重要 而加拿大目前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目前积两分的他们排名低组第三位 另一组对决的瓜德罗普和维德玛拉都拿到4分 换言之加拿大金账必须要获胜 倘若另一组对决打合 还要计算小组的得失球 因此他们也需要竞胜二球或以上方 能不用看另一组对决的赛果就能确保出现 加拿大当然不希望小组出局这样有失颜面 此番面对已经无忧无虑的古巴 加拿大定必抢攻 上仗分组赛1比4不敌瓜德罗普后 古巴已经宣告提前分组赛出局 这种情况下 球队可能选择让后辈球员出战 顺便视察年轻球员 其实古巴一向在足坛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他们国内清训水平有限 而在美洲金杯的历史上 古巴甚至从未试过杀入四强 如此不济的实力 金扑想要阻击加拿大似乎是吃人说梦话 阵容方面 前锋爱迪亚雷斯因伤眷情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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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